关于反手下旋拉的板头如何来发力 在一些公开的视频当中我确实没有找到 这一刻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板头如何在下旋拉的时候发力 其实板头是不同的机球动作对应着不同的位置 所谓的板头就是说球盘距离球最近的那个部位 比如说我们正手搓下旋那么他的板头就应该在十点这个附近 对吧那么如果反手去搓那可能就在一两点钟这个位置 那如果我们正手拉球的时候这个板头可能就在一点两点这个位置 反手拉下旋的板头大概就是在十点钟左右 所以说不要觉得板头就是球盘的这个边上前边其实都不准确 大概呢就是球盘的边缘三到五厘米这么一个天区的位置 比如说刚才说的反手下去拉那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肯定不能太往边那就打到板边了对吧 太往中间呢你就体现不出来板头了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反手下去拉手指该如何发力 在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力过程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规律 就是说我们在发力之前一定要把肌肉放松下来 然后你才能使上劲啊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给你个直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开始的时候松之后再发力 你不能够开始的时候就很僵硬 比如说你看我这样你就使不上劲了 那么反手拉也是这样一个特点 手指一定在发力之前要有一个松弛的状态 咱们这个角度看一下啊松这块啊实际我就是把拍拿住 我并没有抓得很紧 松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引拍肌肉的蓄力 看起来啊我再稍微离远点啊我在引拍的时候 松这块是松的啊我没使劲 然后使劲这个使劲的时候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 这个五个手指要有一个抓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刚才讲松 然后哎楚球一瞬间 哎松紧松紧当然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你引拍的时候你一定手指不要使劲 手指越僵硬你这个手腕越引不进来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刚才讲五个手指抓板 另外一个呢就是拇指和食指 这两个手指他有一种碾的感觉 实际这个游戏这个拇指 可以说在球板的背面他有一个按键在里边 我再近距离你看一下啊 他有点这种感觉 这个有利于球拍板头的一个加速啊 好讲完了手指我们重点讲一下手腕其实手腕在反手下去拉的时候 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尤其你是板头使不上劲的这些球友啊 重点听一下 我们看到视频当中的凯震东 在引拍的时候板头是往里收 那么在收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板型啊 他压的是比较狠的 特别的前倾 我们听到教练员可能讲过这个下旋拉的时候 拍形要稍微亮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 我看到凯震东这个板型压的非常死 这感觉都应该打到板边了 怎么可能发出这么大的力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凡震东这个动作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引拍的时候啊 反手的框架必须是手腕有一点曲 这是标准的解剖学姿势对吧 这叫曲 为什么要曲呢 就是说你保证拍面正对的你要出球的方向 你说我不曲行不行 不曲对不起这个球拍是朝右的 你可能就打到场外去了出界了 所以说反手击球肯定要有手腕 或者叫腕关节曲这个过程 那么腕关节曲之后还应该有一个内收的过程 这个内收的时候啊 随着不同的来球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内收角度 比如说下旋多我们拉高调 这个内收的时候呢板头朝下多一点 你要记住引拍的时候和出球的一瞬间的板型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凡人冬是这样引的啊 他出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啊 如果你没注意你可以把视频进入条拉过去 再看一看凡人冬在出手的那一瞬间 板型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是亮的啊 如果引拍你如果机球的一瞬间是这个板型 那我引拍的时候这样不行吗 这个不行 板型不正啊 有可能接触到球的旧本了 开始引拍引的压力比较低的时候啊 或者拍形比较牵轻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手腕叫什么 外旋 在接触球一瞬间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重心提起来 手抬起来的过程 这时候把拍子亮起来 到这儿是亮起来的 一会你可以看看凡人冬的一个视频啊 然后接触球 这个能够起弧线 起完弧线之后 手腕依然有一个外旋 这个过程结束 其实啊 这是分解做的啊 如果连贯起来 其实手腕是有一个 先外旋 再内旋 再外旋 这么一个过程 我近距离做一下啊 引拍的时候 出球 再压 这个板头的发力很重要 开始的引拍压 是为了更好的让板型 正对着你出球的方向 之后的量 主要就是为了更大面积的接触球 最后再转 它是为了压弧线 咱们球球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一共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他手腕不引牌 直接就这么走 这叫没有板头 对吧 有的时候呢 他也想顶 就发现顶过了 就是说你开始不引牌 打完球之后 可能都达到这种状态 这种不行 实际你幅度可能没有问题 那么你把它从这开始 变成从这开始 然后顶着这 收住啊 发力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散 就是说我这一发力 哎 这家轮到这了 这个不行啊 力就分解了 散掉了 停住啊 手腕到这就有一个支动 出完手之后 停到这个附近 就可以了 这里边我再强调一下 要想让手腕能够发上力 这个肘关节作为一个支点作用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肘架起来高一点 手腕发力是比较顺畅的 如果你贴近身体越近 你会发现这个板头不自主的 他就抬起来了 那这个手腕是如何发力呢 那我们显然是发不上力的 所以说你看现在年轻的运动员 凡志农啊 包括王主钦呢 他们反手的动作框架 尤其在撕的时候 非常明显 肘架的非常高 都是这种感觉啊 那你去看马龙 稍微这肘就要离身体 稍微近一点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所以我们在拉下旋的时候 肯定没有上旋的肘 那么高那么架 但是你要注意 一定程度上肘 一定要稍微抬一点 或者说距离身体稍微远点 这样你板头才能下来 从下到上使成劲 你看肘一贴进来 这个动作就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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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